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选择 这是当你在劝进 我如果冲婚筒只要有支持者 我就有可能冲婚筒 就不用考虑什么客观条件 重点还是在于说 今天这次的选举 包括立委选举 包括总统大选 那到现在 大家做的民调也好 为什么 它的确是反映了某些部分 有一些对现在状况不满意 或不安心的这些民意存在 而它这些民意来支持宋先生 或支持亲民党 我们是希望提供出 我们可能给的第三个选项 让大家觉得好像有希望 我愿意去支持你 然后我们可能可以成立立法院党团 我们在立法院可以发声 这个是我们亲民党的最重要的主张 所以主席选总统这件事情 当然是因为媒体的一些效应 可是最重要是说 好就算你要选 你要拿出什么东西 告诉百姓 如果只是要选而选 他也讲过 他不会为这件事而做 OK 好 可是最近都会 我上次就讲 一定会有很多的媒体机构 不断的开始做民调 对 那在前两天呢 也出现你说 除了远见的民调以外 新近卫也做民调 对也做了最新调 而且新近卫民调里面有一项哦 他在有分析的时候有一项 对我们来看的问题是问的是说 请问您觉得宋楚瑜 应不应该出来选总统 OK 其实在上个月 还有问个同样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这个结果好了 因为应该是31.8 不应该49.6 不知道的百分之18 另外一个巨大百分之0.6 为什么大家特别讲 上个月 因为上个月的时候 大概差了10个百分点 就是说认为 应该出来选择是20几 OK 好 高超 是 但是说不应该出来选择 有将近五成 对 OK 可是说应该出来选择 照刚才怀選讲的话 比上个月做得多了一些些 所以这个要怎么解读 到底选与不选均 切身千万难 我觉得怎么走 我觉得是要看 比如说6月7月 这样长期之间的变化 那才准 因为随时在抽样的时候是 这个月抽样是说 这个不应该 但是下个月抽样 也许就服服 地利服 可是支持他出来 永远这两个月之内是增加10.6 OK 就表示说他这个 声势整个的支持度 他的有竞争性是增加了一成 那如果跟他一个月之内 可以增加一成 那就像上柜节目一样 上了两三次之后 两三次之后就黄袍加深了 所以他会变成 他会变成 我是比率是黄袍加深了 不过我一直在观察 就是到底宋主义这一次 他的票源是哪里 最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大家了解 他票源是 这也是宋主义本人自己是 现在要洞袭的问题 那新新闻这次里面调查是说 他来自于马的票源 是大概3.8百分点 来自于蔡英明的票源是2.8 那你如果把2.8加3.8的时候 就是大概是6.4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如果在三方对决里面 他分别从两个候选人 抓了6%以上的这个票 基本上是非常大了 而且你再加上一个月之内的 声势度增加10 好 那现在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大家觉得说 那宋主义是老宋现在带来玩什么 我所知道是他最近也有在征询副手 他不是静态龙 他不是stand by 他不是说停摆 他有最近会有几个副手会跟他见面 OK 那我所了解是过一阵子他会跟王文阳见面 那这部分是因为今天报纸上点出来是 张昭会想说王文阳嘛 报纸上点出来 那王文阳那边的开出来的条件 一个说法 大家下面见面 一个说法是说 如果王文阳跟他们一起搭配 大家财力部分可以支持 可是不能用亲民党的方式出来 为什么 因为亲民党的方式是带走某一个党的 觉得如果大家都是这一次都拓去蓝跟绿的话 那就让一个最大公约税的人 跟宋楚瑜走在一块 宋楚瑜不能只直线亲民党 亲民党你包括你两岸政策 这个统独的问题 或是说民生的问题 两岸的关系的问题 基本上会比较限缩嘛 那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谈的话 那王文阳那边的看法是说 他愿意做他的副手 就是这样一个前提之间 等一下 你的这个前提 先生 你们可能 你们主席要出来选 然后用五党级 不是用亲民党级啊 所以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是绝对不会发生 主席跳脱亲民党 去做其他的选择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过去宋楚瑜担任台北市长 在选台北市长 请问是用亲民党的这个声认出来 不是 他过去选台北市长 是用五党级的 他说是有提名立法委员 他还要政党票 你觉得他要政党票怎么投 然后五党级 然后政党选投亲民党 我们讲的五党级是说 不要限缩在亲民党的部分 就是你把格局放大 我想这一次 你们太多的亲民党的立委 过去也是非常优秀的 他们都觉得说 不要被蓝绿绑将 那这个范围里面 就尺度会比较靠 我想不是说一定要放弃亲民党 而是另外一个新的格局出来 排除难力之外 全民的一些其他 也不用讲第三势力 就是一个最大公平的事务 出来跟宋楚瑜站在一起 第一个你有听到 或是说你觉得在那整个版图上 我们刚刚有讲说 觉得他应该选的 不应该选的 你有听到像这样的一些人分析 我上次节目的时候 我就叫他说 赶快出来选了嘛 对吧 再不选连尊严都没有了 人家就是你玩假的 而且基层上已经有些民众 已经觉得有点弹性疲乏了 每天都在出来不出来 以前是说可能是立委 可能是总统 就现在变成没选只有总统 而且高超刚刚讲的那个说 他当初选台北市长 他是用无党籍身份 可是请问一下 陪着他出来亮相的身边那些人是谁 还是亲民党的嘛 而且很多时候他活动也是在亲民党嘛 台湾基本上是没有小党的空间 两大党 而且你今天如果副手选到王文阳的时候 王文阳马上就让人家联想到李登辉嘛 你要怎么样去除说他是个无党籍啦 他是客观的公正的超然的那是不太可能 基本上现在我认为说我最近几次去听的结果 是一般选民来说的话 是认为说宋主席该下决定了 不要再继续 而且今天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就问珊珊嘛 领表不表示要登记 登记不表示会一定会参选 那个老板已经就说你亡我 真的是连立委都不用选了 所以我的办法是很多民众也不耐烦了 认为说再拖下去真的会变态系拖棚的 周老师您在平常包括学界或是朋友 大家一定都会讨论这些事情 你们一般接触到的发表会是什么样的介绍 第一个我们在课堂上尽量不谈两个东西 一个宗教信仰一个政治 因为大学里面还有红色标 台湾这个一百多个政党 又是不登记 共产党不止一个啊 最早是嘉义 现在还有 还有跟中央共产党没有关系 整个社会属性 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半年多下来呢 我们真的有跟不得亲近啊 我记得以前有一张政治办法非常有趣 就是每天晚上这个政党节目的 电视机前面垃圾堆积如山 一句说这个民主拖着口水垃圾里面 这样有点过分啦 但是有的话还是要听听看 有人说是民主是乱人 但有时候也把上次的问题挖出来 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 我觉得真正的民主就是把政治看得非常淡 就像隔壁家买一个什么动物也好啊 没什么大表 我想我们台湾这个岛上发生的事情啊 对穷界影响有多大 要这样去想 不必过于自和膨胀 那如果有制度的话的话 要换一些人啦 执政人改变不大 OK 就发制 制度比较重要 领表 然后联署未必登记参选 因为 粮草确实不够 OK 2000年他们大概花了20亿选 经过这10年物价 偷偷相关下去至少要30亿 从30亿对于现在清明党来讲 是件难事 所以在这里常常会有什么王维扬说他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 不断的在旁边在讲说我们有这个财力 我们有这个财力 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是省时度势 要看那个钱进不进得来 因为这场选举真的很大很大 所以才会有这个话 但是我要讲 这个是非常大的致命伤 让大家看到 你在这里面到底是摇摆来摇摆去 还把台湾社会当白痴的话 我觉得这个少少令比波斯猫还要惨 你说我们讲说 他那个三个人的支持度的那一张 你如果把这个来看 有很多人的逻辑就很简单 反正他们两个人加起来 就已经占了67 那宋楚瑜占16点几 那位表 剩下的就是位表泰 就哈拉拉位表泰也全部堆给你 基本上算 因为不太可能位表泰全部都是你的 所以我就算那些东西几乎大分都给你 反正你也不会当选 所以有一些人在算这些数字 有人讲说 所以为什么国民党 最近就是人处理到了极点 反正就是这次我都不要讲什么话 反正我就看你能玩什么马戏 就这个样子嘛 珊珊会不会这样 我想 我想但是 这次选举就像刚刚讲的 有期望值跟实际上会去做所谓支持度的 它是会有落差的 每个人投票都不希望我投那个没当选 很自然的 都希望你票票 都希望我投那个人当选我有面子 但是这是台湾社会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其实我们大部分是怕输 并不是我多喜欢你 但就是我多恨他 但最重要是我不要我那一票是输的 所以这是一个民主选举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 即使你知道可能脑袋里面 你理性的部分你知道谁可能比较好 可是叫你问 因为你不会赢 所以我只好去选那个 这是民主投票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是希望选举是应该开开心心的 就是不要去含泪不要去 你应该觉得怎么样 因为你的 大家如果都集中在一个 那你觉得那个比较好的话 他就不会输啊 现在外面有一些杂音 就是说 这个斯玛路写得很好 他问是不是五本生意啊 这五本生意真的是形容得非常好 所以我是建议宋楚瑜 你现在最好跳脱 台湾越过的这种漩涡 像蔡英文 他中间学就要到美国去了 一去 去十天 可能也是要沉淀自己 宋楚瑜到现在没有出国 就是说 开始有这个动向之后 我是建议宋可能考虑一下 去他 去见见他的老朋友 中贞跟康宏 中贞跟康宏啊 其实 这是我的一个联想 我记得他上节目的时候 他说他羡慕两个人嘛 一个邓小平 三起三落 另外一个 雷根 雷根是年纪很大 财富主白宫 跟雷根在一起 就是中贞跟康宏 当时的日本首相 那中贞跟康宏 他的厉害的一点在哪里呢 各位看啊 这个是 尼安港的政治与人生 各位看一下 中贞跟康宏写的书 人生与政治 所以他们这些老一辈的 尤其是这个 中贞跟康宏这位 日本首相 他在台湾 左营当过三联兵 他很多台湾朋友 所以他会 愿意说在清景泽 打高尔夫跟 当时只是清雲局长的宋楚瑜见面 那他现在这个地 他已经退下来了 他现在设立了一个 叫做清雲 清雲这个 这个清雲店 清雲俗 私俗的俗 他这个清雲俗就是 里面有他问证 他的起起落落 他怎么样去克服 那我觉得宋 不妨在这个时候 跳脱一下 去见一见老朋友 听一听他的意见 或许回来 就有另外一番的局面 所以你就是说 送到两个地方碰到老朋友 就 黄那算了 然后去争取大家的想法 可是你说我们 我们国内自己 看这些问题 大家都已经说 包括立法院长王金平 他都想说 到底国庆怎么样 我也看不懂 然后到底未来这一战 大家是战是和 大家也搞不清楚 可是如果这时候 我们一直都讲说 台湾就已经是这个样子 高超 如果再加上北京 北京没事三五十 只要随便讲一句话 就等于在台海中间 丢了一颗大石头 那个波澜就是四处走发四箭 最近讲小英的是 会不会下一次有人做民调的时候 小英可能会跳上来一些 对 我们看最近国台办 对小英的那个所谓的台湾共识 已经发表出一些看法 就是说这样两岸会在动荡之内 两岸关系会动荡 那我们同时看一个 不同不独步 跟一个台湾共识 这两边基本上 在选民的看法里面 其实都觉得无解 因为蓝绿就是 不是左边就是右边 那不同不独步 好 基本上保持现状 OK 那你九二共识到底 宋楚瑜对九二共识的看法是什么 我这个第一点 我觉得宋楚瑜必须要去表态 当然 但九二共识里面有很多人 李登威是讲说 这是没有九二共识 我记得我之前去采访过 实际参与的这个许慧佑 我说跟他谈了很久 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 他说没有 所以关于国内的九二共识 离不清楚 我希望宋楚瑜能够讲这个部分 宋楚瑜在2005年 他在大陆的搭桥之旅 我觉得他那一战 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他第一个先到陕西西安的皇帝林去 他觉得说 现在是两岸三通 他觉得不是 两岸已经四通了 第四通是什么通 什么通 他说心灵相通